这个铁丝就是在量这彩虹纹的长度 之后就可以把这个刀截断 好 试试 好 谢谢 所以要打三段不同的铁条 然后把这三种不同的铁片合在一起 做成这个刀截 在很久很久以前老一辈的匠人 其实是用九种不同的铁条在一起 打造一把一共藏刀 但是现在由于物料稀缺 所以只用到三种原料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共牛日铁 跟森布铁和工具杂松铁 但是制作工艺还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风箱 这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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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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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太累了 你必須要把很多力量拿起來 然後把力量拿起來 然後把力量拿起來 然後甚至沒有火 我根本不明白 怎麼能把師傅做這樣 你直接把火放掉了 我嗎? 這就是剛剛我們截斷的幾塊鐵片 然後放到火裡燒熱的 燒紅的拿到外面給捲成這個彩虹的形狀 然後把它一層一層的包在一起 你嘗試嗎? 我嘗試 OK 這個裡面一共有11個紋路 就像這個一片黑的一片白的 打出來就是一個彩虹的花紋 之後裝到最大號的鐵裡面 然後一直地敲打 大概要用一個月的時間 把它敲平變長 就成了一把珍貴的一共藏刀